小雨一陣一陣的下 風勢也不算太大 小犬颱風沒有影響高雄山區太多 但不管是否有重大影響 防台的工作還是不能鬆懈 而在納馬下早在颱風登陸之前 該準備的物資和該撤離的民眾 都提前準備好和安置好 而目前國軍跟台電人員 也進駐到部落防止災害的發生 我們台電也進駐了三名的人員 國軍我們有分就是 打開諾阿里跟南沙盧里 這邊各分就是說三位三位 而在茂林的部分 針對萬山里根住在危險地區的民眾 也在4號下午全數撤離到安置的收容所 在我們收容所這邊大概106左右 其他都是疫情處理 雖然山區的雨勢都不太大 但根據氣象署預報 高雄山區在5日 並沒有脫離好雨的範圍 所以還是要提醒族人 隨時注意天氣狀況 讓颱風天請勿隨意出門 有些老包子高雄茂林 那麼下採訪報導 那一種類級的 小段陪附局 雖然是寫有的 雖然是反彈的 雖然是 雖然是